来看比赛吧 跳球 比赛开始 红球争到了球权 中部队因为有伤 现在是打不了国家队的比赛了 对 阿拉基大家也很熟悉 上赛季在北控队打了几场比赛 虽然不多 但是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是有过去年 跟蓝队交手时候 在亚洲杯的表现被示威 比赛了 但是这个窗口期 我们没有任何的消息 把它带上 我查到的消息是 外轮突破 面对两个球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他突破以后 是可以吸引对方来协防的 这时候呢 胡金秋这种 移动能力非常强的大哥子 就压着上的是 一只已出产 得分型后卫 著称的学校 康给地哥 对 当然他确实投来能量 明的场军得分的 球队第一得分手 好球 漂亮 这就是胡金秋特点 敢打 军有12分的表现 我们还是要小心的 胡金秋的中头来了 应该说他们开场进入状态没有中国的快 所以包括开场几次进攻 失误啊 无功啊 被中国队打反击 所以中国队一度把比分领先的比较多 但是后面慢慢的 他们的攻击正点更明确了 十球过来 还是没有 这一查蒙今天 对 不投 要一个掩护 再给胡金秋 可以走步了 吹了 走步 脚底是有点碎 落球的这一下 之前有点碎 来我们看 其实有一个跳步 其实基本已经成功了 对 胡金秋不撤 不撤 跟住 往外扩 很好 萨武泽只能突破 突破就 他这个算是瞎扔一个 但是马亦克在篮下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 已经被盖掉了 马亦克还算挺激进 实际上你看 黎巴顿打这时候就是球星拿球自己打 还给了 老梁的转移 再给周鹏 还没进 先吹了犯规 进球无效 这个球反而中国队一下子打得非常放松 对 耐心 咱们这么想 没看到啊 上了可兰 来之前 大家都说 中国队后卫多 带多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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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